一个全新的ChatGPT竞争者正式发布了 Open Assistant 这个免费的开源模型 极有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免费 AI聊天机器人 是什么让这个模型如此特别呢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将看看Open Assistant 解释这个模型是如何训练的 然后还将向您展示 如何在Heading Face上 适用不同模型 让我们开始吧 Open Assistant是开源的聊天机器人 由Lion创建并由全球志愿者团队开发 它之所以如此特别 是因为它不是通过在GPT上训练的模型 他们创建的这些数据集 要归功于从官方Open Assistant网站收集的大量对话 您可以在其中与聊天机器人聊天和互动 以助理的身份帮助回答问题 从而生成新的回复 或者对机器人的回答进行评分 没有什么可以比跟真人对话 获取数据更有创意的了 收集所有这些数据 用以创建一个非常原始和非常有机的数据集 然后用于训练模型 现在就让我们跟Open Assistant来一场对话 目前在官网上能够提供的是拉马模型 请写一个关于美人鱼的童话故事 第一个回答 看来Open Assistant在中文方面急需提高 请写一封邮件 告诉老板 我生病了 明天不能去上班 这次用英文回答 写得很溜 翻译一下 请写五个关于电脑的论文标题 如果回答用英语输出 它的表现强很多 最后 让它总结一篇英语文章 使用Open Assistant 只需到官网首页 点击试试我们AI助理 输入邮箱 它会发送一个激活连接 但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的邮件总是会进到垃圾邮件 并且还会受到安全提示 如果你对此有担心 请用不重要的邮箱 或者 我们可以到Harding Face来体验Open Assistant 链接在视频下方 这里提供更加多的模型 可供我们选择 好了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欢迎下次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